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性的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中国新一代AI情趣机器人即将上市 中国的科技公司Star Perry正在利用类似ChatGPT的技术 打造能与用户进行语音和肢体互动的情趣机器人 这些新型AI伴侣不仅仅满足基本对话需求 还专注于情感连接 然而,这项技术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技术、成本和伦理挑战 AI驱动的情趣机器人可能会模糊道德界限 并且快速发C 展超越现有法律框架 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报道与分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话题 中国新一代AI情趣机器人即将上市 这一话题的背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详细描述了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何将类似ChatGPT的技术 应用到情趣机器人中 旨在打造互动性更强的AI伴侣 并面对技术和伦理挑战 在深圳 有一家名为Star Perry的科技公司 主要生产情趣娃娃 该公司正在训练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 以增强产品的人工智能功能 这些新一代的情趣娃娃 包括男性和女性版本 不久将会上市 据该公司的CEO Evan Lee透露 他们正在开发可以与用户进行语音和肢体互动的下一代情趣娃娃 预计今年8月会有原型机面试 Lee还指出 实现逼真的人机互动 依然存在技术障碍 虽然简单的对话相对容易实现 但要创造互动性强的反应 需要专业软件公司进行复杂的模型开发 传统的情趣娃娃 虽然有金属骨架和硅胶外壳 但仅限于简单的回应 缺乏与人类互动所需的表达能力 而新一代的情趣娃娃 将由AI模型驱动 并配备传感器 可以通过动作和语言做出反应 显著提升用户体验 关注情感连接 而不仅仅是基本对话能力 Star Perry公司过去一直专注于中国以外的市场 现在也开始瞄准国内市场 尽管中国社会相对保守 不太愿意公开讨论此类话题 但Lee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情趣娃娃市场 销量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业内人士知道中国市场巨大 大城市的购买力超过许多欧洲国家 尽管美学上与欧洲市场有所不同 除了情趣用途 Star Perry的计划还包括开发能够做家务的机器人 帮助残障人士 并提供老年护理服务 公司目标是在2025年 推出首款智能服务机器人 能够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复杂的服务 到2030年 这些机器人可能会保护人们 免受危险工作的伤害 实现这一发展水平面临两个主要挑战 电池容量和人造肌肉 类人机器人不像电动车 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型电池 因此要让他们独立运行 电池的能量密度必须提高 此外 目前的发动机缺乏人类肌肉的灵 活性无法在广泛的范围内施加力 同时又能硬又能软 紧贴皮肤 为了确保现实感 这些娃娃的重量经常高达40公斤 这对于电机来说太重 容易造成倒下或伤害用户的风险 因此 在第一阶段 Star Perry专注于通过材料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来减轻重量 到2023年7月 他们172厘米高的娃娃的重量 仅为29公斤 Lee表示 能够做家务的机器人是一个社会愿景 但还需要很长时间 机器人公司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来实现某些功能 但考虑到稳定性和成本 商业化仍然遥远 整个行业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 Star Perry还面临成本和伦理挑战 减速器是传递动力的关键组件 通常占机器人成本的30% 可能需要多个不同关节的齿轮 公司努力降低成本 使更多人能够买得起现实的娃娃 但同时增加电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成本 Star Perry的娃娃价格约为1500美元 因为公司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和较低的制造成本 而美国Abyss Creations公司生产的高级Harmony娃娃 起价为6000美元 Star Perry位于广东省南部的深圳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成人产品生产基地 这位公司提供了价格优势 广东的供应链很完整 制造商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 新技术通常可以很快在产品中看到 然后下个月它就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除了Star Perry 其他中国制造商也在将AI集成到尸体娃娃中 位于广东中山市的WMDOL 和辽宁省大连市的EXDOL 也计划推出互动产品 在过去的一年里 大型语言模型显著推进了各个领域 尤其是改变了类人机器人行业 由定制模型推动的创新 训练在多样化的数据机上 已经释放了一波改变行业格局和用户互动的产品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唐杰表示 在类人机器人行业中 大型语言模型在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机器人开发公司Limax Dynamics的发言人 欧锦言指出 大型语言模型不仅加快了机器人技术的迭代 增强了运动控制 还产生了一套用户友好的工具 显著提高了开发者的生产力 然而除了技术问题 该行业还面临非常人性化的考量 由AI驱动的情趣机器人 可能会模糊伦理界限 强化关于同意和负面性别刻板印象的 有害态度 批评意见认为 过度依赖AI伴侣进行性或情感满足 可能导致人类间的真实连接减少 影响用户与真实人建立健康关系的能力 此外 AI驱动的情趣机器人的快速发展 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导致其使用 所有权以及制造商和用户责任方面的法律灰色地带 在其2023年的AI伦理治理研究报告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表示 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做出决策的AI 可能会挑战人类的自主性和自我认知 此外 大型语言模型还存在意 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的风险 因为来自用户的信息 可能会成为生成型AI训练的材料 这个话题不禁引发我们对于 AI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 首先 从技术层面看 AI在情趣机器人中的应用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大型语言模型 使得机器人不仅能够进行简单对话 还能够感知和回应用户的情感需求 这种互动性在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 也使得情趣机器人 在更广泛的社会和家庭服务领域 在显出潜力 然而技术进步的背后是巨大的挑战 电池容量和人造肌肉的局限性 使得机器人在独立运行和灵活运动方面面临瓶颈 尽管Star Perry和其他公司正在通过材料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来减轻机器人的重量 这一过程依然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 除了技术难题 伦理问题同样重要 AI情趣机器人的出现 可能会模糊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 甚至强化某些负面性别刻板印象 这对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以应对这些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从市场角度来看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情趣娃娃市场 展现出巨大的商业潜力 Star Perry等公司通过完整的供应链 和较低的制造成本 使得产品具有价格优势 能够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然而 如何在商业化过程中 平衡成本和技术进步 依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未来 我们可能会看到 AI情趣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不仅在情趣领域 还包括家务 老年护理 和残障人士辅助等多个方面 尽管这一愿景实现还需要时间 但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推动 使得这一目标变得越来越现实 总结来说 AI情趣机器人的发展 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更是对社会伦理 法律和商业模式的全面挑战 我们需要在技术研发的同时 关注伦理问题 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以确保技术进步 能够真正造福社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报道与分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详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